我是觉得当初做这件工作 多少是考虑到在这个全球化 跟这个地方化上 这个时候我们台湾的定位在哪里 我们有没有我们台湾了 有没有所谓自主性 我觉得这个自主性 台湾自主性 这个应该是当初 文权会同意做这个事情 同时远流愿意做这个事情 它主要的一个企图 就是要在这个全球化中 不要迷失自己 我是很认同的 所以换句话说 它就定了大致上有六个大方向 这是起步 起步 特别说起步 所以才是开始 所以这个方向是文学 地球科学 地理 历史 宗教民俗 艺术 文化 大概是这样六个方向 希望将来能够扩张 另外就是这一段的工作 只是砸基础 所以其实开始引进这个争论的问题 还没有开始 好戏在后头 是是是 我这样去看它 那这一期应该还问题不大 所以比如说单谈这个地理篇的话 我们当然一切入的时候 先要认识自己 我们并不急地切入这些 所谓叫有争议性的议题 所以你要先搞清楚 到底我们有多少山 有多少这个河 要到底我们这个地名 以前怎么叫 现在怎么叫 其实这个东西 它有一个历史的演变 这个演变过程中 其实有文化的因子在里面 但是将来要发展去哪里 就变成我们今天的工作 所以这里面是有争议的 这个争议通常还好 它在学术之间 就可以获得共识 如果没有办法变成共识的话 其实这个书写不出来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工作 基本上我是把它定位在 全球化中不要迷失自己 要先建立一个我们自己 台湾地区生长的人 我们本身的 所以叫做论述 从这个论述开始将来发展 允许讨论 绝对要允许公开的讨论 辩论 最后真正就凝聚成共识 我觉得那个共识 就是那个地方自主性就出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